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指稱柯文哲有洋網軍來講的話 對柯文哲來說的話 未盡公平 可能對他來說的話 太沉重了 那我會某種程度相信柯P他說 網路易擁軍的一個概念 那確實柯P在網路經營的 非常非常的深 不僅是跟網紅會有一定程度的互動 那很多呢 我口說我心的相關 有別於傳統政治人物的相關的一些論述 也能夠讓年輕族群 或者是網路族群心有氣氣焉 覺得他確實是一個素人的一個市場 柯文哲在使用網路操作這一塊 其實非常的純熟 純熟到他可以大方的說 我是網路易擁軍 而營造出大家都是自願自發 所謂的自發聲量的柯粉 來去這個重心拱月 讓他的聲量逐漸累積堆疊出來 這種讓大家可以去信服 說大家都是自發的這種網路操作 其實非常精細就是所謂的最完美的操作 柯文哲現在是一個自帶流量的高階網紅 也就是目前台灣大概以網紅來講 他可以在流量跟實際的價值上面 前三名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換句話說你是前三名以外的人 你跟柯文哲做任何的合作你都賺到 如果你跟這幾個網紅講說 柯文哲找你們談台北市未來發展 我告訴你不要收錢 我知道的這些人都不會願意收錢 因為他實際上會獲得更多的好處 不管是流量不管是知名度 所以現在的狀況是 我覺得政治界要思考的是 為什麼柯文哲不花錢 有很多人搶著跟他合作 但為什麼你花錢被人家打得滿臉逗花 而且站不起來 藍綠的候選人確實在網路經營 或是年輕族群經營這個面向上面 已經遠遠落後柯文哲 柯文哲作為一個第一品牌 你今天即便是做第二品牌 做追擊品牌 坦白來講的話 大家還是只會注意或是認知 或是接受第一品牌 他們總會認為就是說 第二品牌是希望能夠模仿第一品牌科P 那所以呢就第二品牌來講的話 它存在的價值就會非常非常的低 即便是透過追擊的策略 透過攻擊的策略 透過模仿的一個策略來講的話 要選民或是要年輕選民網友買單 都有相當程度的一個限制 很多時候你要跟柯文哲對抗 不是不能對抗 而是你要看清楚時事 你要看清楚狀況 然後去決定要怎麼打 你可以打柯文哲 沒問題你有支持者 你也可以打副市長 沒問題你也有支持者 你甚至可以打林鶴明 也沒問題你有支持者 可是你打公關市底下的一個小專員 現在正式當紅的一個小網紅的時候 這怎麼看就是權力與義務不對等 跟你的立場跟獲得沒有辦法相抵 那我覺得這個做法就是你手氣不好 現場的判斷不對 事後的決策不正確 那這個風暴恐怕還要再燒一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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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